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赛季都展现出极为不错的实力 首先是郭艾伦 郭艾伦本赛季至今场均能够得到24.5分 4.1篮板8.4 助攻1.5抢断 得分排名联盟第7 助攻排名第5 他的得分能力以及串联组织能力都是联盟顶尖的 能够依靠个人能力 得分也能通过为队友做球来帮助球队 在他的帮助下 辽宁队暂时排在了积分榜榜首的位置 其次是吴钱 吴钱本赛季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耀眼 本赛季至今场均能够得到24分 4.1篮板7.7 助攻1.4抢断 得分以及助攻数分别排在联盟第8和第6 吴钱本赛季的进步是肉眼可见的 在大量出手3分的情况下 他依旧保持着4成的3分命中率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吴钱的表现还不够稳定 状态起伏较大 最后是孙明辉 孙明辉本赛季场均能够得到26.1分 4.6篮板9.8 助攻2.8抢断 得分助攻和抢断分别排名联盟第3 第2以及第3 孙明辉的个人能力是绝对没得说的 进攻顶尖能内能外 组织能够突出 还有一手不错的防守 只不过本赛季的广煞表现 有些不如人意 孙明辉的带队能力还需进一步验证 接下来再看一点高阶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 在CBA本赛季第一阶段中 几个高阶数据的拳 重合值最高的三个后卫 也是这三人 其中郭艾伦以50.84高居第一 孙明辉46.83第2 目前43.63第3 而PER值上也是郭艾伦第一 综上所述 我个人认为 从目前来看 本土第一后卫 依旧还是郭艾伦 他不管从基础数据 还是效率上 都是相当不错的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 1 3 9 9 1 感谢观看